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 杨开呆了一下 战局如此变化 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 方才他只是逼不得已 才会施展神魂攻击 想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 谁知竟仿佛打中了 黑鸭神君的软肋一般 瞬间让他实力大减 列作成一 杨开恍然大悟 黑鸭神君的神魂 本就是一道残魂 之前在自己的死海中 受创严重 逼不得已割舍一部分神魂 金城脱壳顿走 后又去夺舍周易的肉身 虽然成功 但绝对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周易好歹也是 大千血弟的精锐弟子 资质不俗 黑鸭神君想要夺舍他 定然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几次三番折损下来 黑鸭神君的神魂 又能强到哪儿去 换句话说 与他施展出来的强大实力 比较起来 他的神魂力量简直不值一提 怪不得自己一道神魂攻击 便让他如遭重创 连魂首的力量都没有 原来是这个原因了 想明白这一点 杨开大为懊恼 此前他也是被对方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蒙蔽了双眼 竟是没能想到这一层 若是早想到这一点的话 这一战哪儿会这么麻烦 脾脾之强 攻敌之弱 这么简单的道理 杨开又如何不懂 不过现在明白也不迟 黑鸭神君被他轰得粉碎开来 但并没有死去 那一块块碎肉化作血水 迅速聚集起来 血水流淌隐约有要化作人形的趋势 杨开岂会容他 又是一道神魂攻击轰击出去 汇聚的血水竟立刻有崩散的迹象 一枪扫出将那血水扫得四散开来 黑鸭神君的惨呼声响起 血水如动流淌 化作血云 急速朝远处飘去 哪里逃 杨开抱贺 提枪急睡 然而才走出没几步 身子便一转 蹦跪在地上 幸亏拿仓龙枪撑住 否则便直接倒了 小贝 这次饶你一命 下次再见 定取你向上人道 远远的 那血云之中 传来黑鸭神君的声音 有种别跑 再来打挂 杨开怒吓 由心追上去 确实力不从心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黑鸭神君 越顿越远 不见踪影 重重的一拳 砸在地上 杨开脸上 满是懊恼之色 这一次错过了 击杀黑鸭神君的 大好机会 下一次 可就不一定 能够遇上了 这种被关押 无数年 还能活下来的 老怪物 根本不可以 成理是之 微微喘息了一阵 杨开扭头 望向四周 她不知 黑鸭神君 是真的退走了 还是欲经故纵 如今 她自己的状态 实在不妙 颇有一点 风声鹤唳的感觉 不敢在原地久留 万一那老匹夫杀个 回马枪 她也没什么 好果子吃 收了汤龙枪 往口中塞了 大把恢复的灵灯 寻了一个方向 急速盾去 才跑出不到百里之地 杨开便一头 扑倒在地上 想动一下手指 都感觉没有力气 与黑鸭神君一战 几乎榨干了 他身上的所有力量 能坚持跑到这里来 一失侥幸 头晕目眩到了基地 眼前一阵阵发黑 随时都可能昏迷过去 杨开强撑着精神 不敢昏睡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旦昏迷 到最后是什么下场 谁也说不准 那喜妖洞天之中 可是有无数妖兽 还有许多舞者等 勉强催动神念 打开小玄界的戒壁 将曲花生从中放了出来 还来不及与他说一句话 杨开便脑袋一歪 彻底昏死过去 曲花生本在疗伤之中 忽然被杨开弄出来 本还有一些奇怪 一转头见到杨开浑身 鲜血淋淋地躺在地上 一身凌乱 一道道伤口深刻见过 腰腹间更是有一颗贯穿声 不由大惊失色 惊呼的 杨师弟 师弟 走上前去 跪倒在杨开面前 曲花生脸色发白 他不知在自己疗伤的时候 杨开到底遭遇了什么 但从杨开的伤势来看 绝对是一场极其凶险的大战 颤抖着手放在杨开的鼻翼下方 发现虽然微弱 却依然有气息 长呼一口气 曲花生瘫软在地上 方才他还以为杨开死了 好在如今还有命啊 只是这般严重的伤势 曲花生身受服过那一道道 猙獰的伤口 身躯颤抖 如此伤势 且不说恢复起来要多久 便是彻底恢复 也不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杨开的本事 他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在这血腰洞天中 能将他打成这样的狠手 能不成是那黑鸭神君追过来了 一念至此 曲花生心头一个精力 不敢在原地停留 匆忙取出一些外夫的疗生药 撕开了杨开的医生 将那药液涂抹在杨开的身上 又从自己的空间界里 取出一件裙子来 将杨开裹住 抬手将他 背在自己的后背上 迈速飞奔 浑浑沉沉中 杨开感觉自己的身形 在上下起伏 鼻翼间一片甜糯幽香 让人甘之如银 而且身下触感柔软风雨 脸颊痒痒的 似有发丝 在轻轻撩动自己的心弦 所谓温柔香 不外如是 一时间 杨开有些没反应过来 自己到底身处在 什么样的环境中 正想看个清楚的时候 全身上下传了 一阵阵剧烈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 撕了一声 杨师弟 你醒了 耳边忽然传来 曲花生的声音 气喘吁吁 听起来还有些虚弱 嗯 杨开应了一声 睁眼瞧了瞧 这才发现 自己是被曲花生 背在身上的 这女人双手 拖着自己的大腿 微微弯着腰 施展身形 迅速朝前飞驰 而自己的脑袋就歪歪地搭在曲花生的肩膀上 因为角度问题 嘴巴偶尔还能触碰到 她那细腻的脸颊和洁白的颈膊 这杨开也没想到 自己一睁眼会是这样一副情景 一时间有些发懵 她当时强撑着精神 将曲花生从小玄界中放出来 就是怕自己昏迷的时候 被什么人或者腰手偷袭了 让曲花生照看自己 好歹也安全一些 却不知这女人为何背着自己 一路狂奔 身形起伏之时 身体各处的伤口传了一阵阵疼痛 杨开吸了口气 拍了拍曲花生的肩膀 虚弱了 师姐 放我下来吧 不行了师弟 曲花生摇头 发丝扫过杨开的脸颊 杨开正想问你一句为什么 不觉身后一道道 狂暴的攻击袭来 打在虚弓中 传出轰隆隆的声响 曲花生身形接连腾弩 显之又显地避开 杨开一惊 那老匹夫还在追我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 但从自己的伤势 恢复的程度来看 应该有两三天的时间了 若是一般的伤势 以她自身的恢复之力早已痊愈 但这一次不同以往 乃是与那黑鸭神君争斗时留下的伤 恢复起来特别的艰辛 杨开此刻依然虚弱无比 一身力量并没有恢复多少 伤口之中还有一种极其难缠的诡异力量 在不断地腐蚀着自己的血肉 阻扰伤口的愈合 这么长时间 黑鸭神君难道还在追击 杨开想象不出曲华商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不是黑鸭神君 曲华商又摇头 话语间 说话间身子一个亮呛 差点立足不稳 他自己本来就伤势未愈 急需休养 此刻被人追击 虽然没到游镜灯窟的程度 却也差不到哪儿去了 那是谁 杨开经问 便在这时后方遥遥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曲师妹 师兄无意为难你 放下那杨开 你大可自行离去 何苦如此艰辛逃命 杨开听着有些耳熟 隐约觉得自己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声音 仔细一想 不然大怒 这不是轩辕洞天的隐心照那丝吗 之前血腰洞天科技之时 轩辕洞天的人来抢地盘 结果被杨开施展空间法则 抢了一个又一个入口 隐心照更是被杨开特别针对 导致距离他很近的一个入口被夺 本以为这家伙再也没机会 进这血腰洞天了 谁知竟在这里碰到 而且好死不死的正在追逐自己 这家伙的运气也真够好的 都那样了还能尽血腰洞天 扭头回望 果然见到隐赵新追着曲花商不放 他并非孤身一人 还有两个帮手应该都是轩辕洞天的弟子 论实力曲花商与他应该相差无几 单打独斗 谁也不会逊色于谁 但曲花商声势为余 隐心照这家伙又有两个帮手 曲花商如何能是对手 这被追着跑就不难理解了 怎么会碰到这家伙的 杨开愤懑地不行 换作平常时候遇到 杨开岂能巨大 如今才与黑鸭神军大战了一场 实力未复 碰到了还真有些头疼 咱们运气不太好啊 曲花商苦笑了一声 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他在被杨开从小玄界放出来之后 立刻偏袋着杨开远离了那一片战场 本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起聊生 谁知还不等他找到地方 便在半路上遇到了前来查探情况的 隐心照等人 杨开与黑鸭神军一战 动静颇大 隐心照师兄三人就在附近 自然有所察觉 一看是杨开大喜过望 当即便要曲花商 将杨开交给他们处置 曲花商哪能同意 一边虚仪为仪 一边逃对 这一逃便是两天时间 好在隐心照也顾忌阴阳动天 不敢下什么死手 否则曲花商还能不能保住杨开 也是难说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隐心照也慢慢失去了耐心了 出手越来越重 一副是要将杨开赶尽杀绝的架势 这混蛋 杨开咬牙 拍了拍曲花商的肩膀道 曲师姐放我下来 怕在人家背上 固然触感不错 但这个时候 怎能指望一个女人 一直给自己拼命 心中忍不住骂了一句 这血腰动天 真不是人来的地方 才更摆脱一个黑鸭神军 居然又被隐心照给盯上了 难道自己又一直被人追杀吗 没事 师弟你先恢复着 等有力气了再说 曲花商能感知到杨开情况不妙 又怎会轻易同意 居师妹执迷不悟 既如此 那就修改师兄 出手无情了 酷风缠了隐心照的怒吓 祸落之时 一道匹炼般的剑光 直直袭来 转睡就到了身后不远处 这一道金光 未能极强 看得出来 隐心照是动了真怒 对阴阳动天的顾忌 也抵挡不住 他要击杀杨开的决心 等曲花商察觉到 想要躲避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逼不得已 他只能略测了一下身子 与杨开两人一起 齐齐朝攻击来源的方向 打出一掌 轰得一声 狂暴的力量袭拳开来 隐心照那一击 虽然被两人联手挡下 但两人也被反正的力道 打飞出去 滚成一团 许花商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苍白如指 杨开同样不好受 只觉得浑身伤口 传来更猛烈的疼痛 喉咙口一天 差点也喷出一口鲜血 好在连忙忍了下去 即便是这种情况 曲花商也依然将杨开 背在身上没有丢下 这让杨开大为感动 不知这女子为何要这么拼命 眼看隐心照等人越来越近 曲花商勉励想要起身 却是没能爬起来 杨开倒是经过之前的休息 恢复了一点力气 健壮一把将曲花商抱在怀里 深吸一口气 空间法则营绕起身 一个瞬移消失在原地 等再出现的时候 人已在几十里开外 不过这般凶猛的催动力量 让她也大为难受 方站稳身形 身子一转便又扑倒在地上 曲花商惊呼一声 滚了好几圈 杨开倾壳不已 连滚带爬 跑到曲花商身边 紧张兮兮的道 世界没事吧 曲花商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屁股都摔烂了 不信你摸摸 杨开差点没吐血 都什么时候了 还发浪 这女人没救了 伸手将她的胳膊抓起来 背在自己的身上 脉足飞奔 她虽动用空间瞬移 稍稍摆脱了一点距离 但并没有彻底跑出 隐心罩等人的感知范围 是以轩辕动天的三人 还追着自己不放 想要再瞬移 已经没有力气了 与之后事如何 昏赢继续收听 《五练巅峰》 第3514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五练巅峰》 《五练巅峰》 更多精彩 《五练巅峰》 �气 《五练巅峰》 十数字架 能週费 展ци